近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大卜子墓地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西汉早期墓葬,目前出土了溜金铜器、铜绒器、玉器、彩绘陶器、陶涌等近百件珍贵文物。 大卜子墓地地处靖河南岸台湾、陝西咸阳园东北部,黄土堆积丰厚,地势平整开阔。 2020年至今,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发掘区域考古工作,截至目前,清理墓葬400余座,出土桃、铜、玉、铁等各类遗物,近2000建筑,以西汉早期遗存为主要文化内涵。 这座墓是我们在这个墓地发掘的保存最完整,出土器物最多,然后出土器物总类最丰富,区物组合最完整的一座墓。 通过最座墓的发掘,为我们判断西汉早期的埋藏风俗、埋藏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习惯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物质材料。 据了解,考古人员在墓葬西侧壁刊内发现了一个大体量的陶房舱。 该舱高约80厘米,长约1米。 相比于之前发现的西汉房舱,这样大体量的舱较为少见。 同时,在舱内还发现有2000多年前的粮食,保存较为完好。 通过西北大学的这个植物考古老师的鉴定呢,它应该是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米。 这为我们判断当时西汉人的饮食结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 然后同时,另外一个亮点是,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红彩绘的陶房舱。 陶房舱初步判断它的作用应该也是装粮食作物。 而它的具体的包含物呢,也要根据我们取回来的土样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而对于牧主人身份的这个推断的话,我们在牧主人的腰部发现了一枚玉印,名字叫做耀蛇。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牧主人,他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这个牧主人,我们经过初步的鉴定的话,他是一名男性,年龄应该是在20岁以上。 据介绍,此次发掘的牧葬,为研究关中地区西汉早期居民的丧葬习俗,牧葬制度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难得珍贵的材料。 同时也为窥探西汉早期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图景,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 截至今日,该牧葬东西南三壁刊的发掘仍在进行。